腿放地上,测量短边,宽度不超过50,墙边宽度不超过80 第二步,把这个面板往上面放 第三步,把台湖前放在这里 螺丝往上一装 装两个就可以了 先放入钢桃,这里一定要抵到头 然后两个手同时走 让右手先卡住钢条 卡住之后两个手是同时走,一定要同时走 走到这两个钢条平行,停止一边 让长边先走到底 然后两根钢条贴上,回来一点 然后在右边推到底 这里先把把手推到这里 然后先压这个长边 长边放进去,这个短边往上推一点 这边抵到,抵到这里 这个手不要用力去握,扶着就行 一定不要用手去握,一握的话那就变形了 然后这个把手一定要抬着 抬着压,然后折90度 然后翻过来 把这个折好的推下去 把这个放进去 同样这边抵住 然后这里抬起来压,折90度 只要抬前这里 先这样捏着 让这两个对齐对紧 然后从下面扣进去 抬前 一定要夹紧 夹紧之后用两个手摸一下 这两个不要去松动 你像这个有点松动 那我调整一下 现在可以了,不动了 这个抬前夹好之后 这个弯的地方 尽量让它下去一点 但是不能下去太多 这两个要挨着 一定要夹紧 长的一边放在右侧 短的在左侧 这个手捏着 然后这样一转 它就进去了 然后抬到底 到时候你用的时候 这里有孔 用一根绳子拴到左腿上 它这个左上角就不会翘了 自然的向上旋转 不要去干扰它的方向 让它垂直着向上走 拧出来的麻花 至少要达到三圈 然后你看这里会露一个头 这个头 这个长边的话 我们等一下是向这边折 向这边折 这个放进去之后 这个短头跟这个对齐 然后也是抬起来 折45度 这样子的话 这个头刚好拌着它 就比较结实 然后这个头 如果你嫌太长的话 可以通过调数据 把它变短 然后折这个大腕钩 先把这个把手推到底 然后是这样放的 放进去 然后这里 这拐弯的地方 刚好卡到这里 然后这刚好入槽 然后这个保持水平 这样 转到底 一定要转到底 这就做好了 最后压这个凹槽 是这样放的 放进去之后 让这里先卡住 然后推到底 推到底顶住 然后这个距离就保持不变 你看它放的是 一二三四 这四个柱子中间 不要放这里 这里是错误的 很多人都放这里 要放中间 然后压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坐着 用猛劲 巧劲 你慢慢压压不动 两个脚踩着腿 用力压 然后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